我們現在站在這條路 是我們台灣最出名的一條歌 港島雅雨出世的所在 楊山隆先生當時在嫁人的 國際舞廷在演奏的時候 在火來梅裡在這裡的時候 那種的火水滴滴滴滴滴 criticized比方 rê tunes的 之後才慢慢變成嫁人 台湾最出名的港島雅 去 買驚到尾去 啊 漂流萬年 當度也有少莫名 清安宮是本來在花山上的一間社群樓 在清條的時候 慢慢慢慢就沿到這裡來 因為這裡是蓋上 所以有我們的蜥蜴都會在這裡集團起來 所以現在就慢慢慢慢 買了一個雞刀 這個雞刀另外 最主要的廟就是我們這間麻祖庭 這間麻祖庭是這樣 開始之後 它就在一個海境 找到一個客戶的地方 但是慢慢慢慢的 它變成我們雞人是最大的信仰的用心 我們雞人最出名的雞人中文座 也是用這裡做大廟 我知何時 回來了時期 真正等發日 啊啊 海風下面 當度也有樂不利 我們現在看的這是財神 因為我們中央這次 仙庭的財神 我們來看了這個仙庭的財神以外 把手擺一下 別忘記說 我們手在這裡的官部 這裡跟叔叔 先手跟財旗圖回去 大家大賺錢 平安 我們在樓廟的這間廟 就是十年明爸爸 爺爺頭先生 古早區的報徵就在這裡 十年他的創作緩頭 是從這裡開始的 故事裡面說 爸爸叫他顧店 他只顧唱歌 連客人來買麵包拿麵包 他也不知道 所以阿彬人去拿麵包拿好之後 就直接跟小婦圖的故事 這是很風修的一個事情 既見歲月酒 買麵包無的既定 有情蜜蜜蜜 你腳想也是你 明知你是雍花之一聲 我們現在走在愛伊路跟愛伊路中的這個行 這個行其實這是一個古都 這是出名的淡季橫管古道 我們看到香店、米店、中藥房 上面這些都是比較傳統的三項 像我們的周民志蛋糕店 其實它都主要的 我們的米古、收頭、傳統的產品都在這裡 這是一間老店 老街 老店、老街 尤其我們看到這裡 這個米店 這個米店最多的米家 跟店裡的造型都沒有去 不然這是一間的老店 來看看 老街娘你好 不好意思 怎麼你 好 我們現在站在這裡 就已經來給大家 給大家討論一下 頭前 這討論一下 不是普通的討論 這條是淡季橫管古道 就是從這裡去法 會走到淡水去 在清法戰爭的時候 因為菇拔薑金很頑皮 他對淡水基隆 純粥來走去 我們清國的兵 積他積不到 所以當時我們想說 好 沒有我們開一條路 經過陽明山的 淡季橫管古道 通常原來三天兩枚 並且改做兩天一枚 這是那條路的 起點的地方 就一樣 對淡水過來 這條性不理會 所以才有一間討論 要出來以前 跟討論一下 要剛才到基隆之後 跟討論一下 是一個很出名的討論廟室 小朋友也很多人來這裡 拜拜 因為家長都會帶他們來這裡 拜拜 因為這裡有一個好爺 在這裡 會保備他們 健康九十千 好爺 好爺 他們都會帶他們來這裡 借你一道 好爺 我愛你一道 你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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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爺 你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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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麼會 你一道 我們現在站在這裡是薩森頭 薩森頭是鑽法兵就對了 這是在日本時代 鑽人工蓋起來之後 所有的一些新的商業機制 都在這裡來營業 很多很多人來台灣 來鑽人 從這裡開始來做生理 我們看到後面 就是案田烏烏社 就是在服裝店 這條鑽路是二路 但是在日本時代 它的鑽路是示範道路 它的鑽路上或是靈蘭燈 百貨很經濟 我們現在都可能沒辦法想像 這條鑽路上的家庭 鄉民、台樓 都像現在我們 大洗澡接收款的那種 台樓都存在 大洗澡 我們現在站在這裡 是我們的薩森頭 薩森頭 薩森頭這裡有一個 後面這間就是我們 卡麻布告店 就是我們的椅板 椅板店 這是日本時代 一個真寸名的椅板店 大家朋友可能不知道 雞人的椅板 卡麻布告這區 是燒日本客 直接到這段時間 也會在燒日本的最主要 的餐地人 後面這條鑽路 就是對我們里面的參議員 連通過來 一個特別的地方 這個附近 因為日本人在這裡 住的時間很長 所以留了很多 他們的生活痕跡在這裡 尤其最近幾年來 我們的所謂色灶 過程中 把這裡都給它復原起來 我們也看著說 我們也種了一把 照這把的 靈蘭燈 這是靈蘭燈街 它會在整整這樣 我們現在從新秀的旁邊 就是我們從庫子松的山上的處理下來 我們現在從這裡 是從IC樓的行程 到處理下來 我們現在從這裡 我們現在從這裡 這裡就是我們的新酒酒店 新酒酒店是日本料理店 這間日本料理店就是我們寡婢的阿嬤 廖慶基老師17歲的時候 跟他老婆開面的地方 這是一個很穿氣的故事 但是現在我們都應該忘記了 這間很明顯我們已經消失去了 但是那個故事在我們老一歲裡面 都會還記得這個故事 來香港人走一趟走一趟 在基隆的地方有趟走一趟的故事 新政策的故事 我們現在所騎學廟的這個廟 是中路到處的基隆到處 你知道嗎? 媽和醫師來基隆團交的經驗裡面 他頭一個來基隆團交 他就來我們的新酒廟 在我們的新酒廟團交的時候 在那邊去給人家看 他跟人家看的時候 他跟人家說 我明天知道要來 人家說人家說 人家不可以來 結果第二天 媽蓋又來了 結果那個人家很感動 那個人家去開港 開港之後 就要媽蓋去他家裡 喝茶 去家的開港 我們按這個故事 媽蓋跟醫生的故事 把他握在旁邊 由老爺 王傑老師 把他握在旁邊 給大家做一個紀念 沒辦法 有錢 就算了 打開湯